2003年全國余明傑連送並肩走 視察南方澳跨港大橋 興建至今21年的這座大橋 早被沾滿政治口水 2000年總統大選時 宋楚瑜文學說 是自己省長任內興建 被當時宜蘭縣長劉守成呛 是自己1994年當議員時爭取的 劉守成攬弓強調自己 才是建造南方澳大橋的推手 但這座橋是前縣長游錫坤任內 1996年發包 兩年後劉守成完成開通剪彩 綠營搶著說是自己建造 現在發生斷橋 是否當初監工不確實引發討論 那如果有涉及到 尾管這個不善的地方 我們也會在查辦之後 來追究責任 交通部長必談責任歸屬 但被踢爆 近年負責維修的工程顧問公司 發現大橋鋼索嚴重嗅損 向港務公司提出問題都沒回應 在民進黨執政的林聰賢主政時 減行科大非破壞檢測研究中心 更曾在2014年2016年 接受宜蘭縣政府委託檢測 也發現有嗅事狀況 這個調查 我們交通部也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我們一方面調查 當然也在調資料 話講得很硬 只是港務局舊事交通部管轄 若真查出什麼 恐怕不只先收到綠營自家人 部長恐怕也難辭其咎 記者彭宇德 陳文岳 宜蘭採訪報導